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6号星期三 亚太时间是7月7号星期四 在咱们的生活当中 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比如像岗位觉得不太合适 那么同事之间就可以相互调剂一下 每天都吃同一种口味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选一个时间 去改善一下伙食 调剂一下生活等等 像这种调剂都是充满了善意 让人觉得很舒服 如果往大一点的方面来说 比如像中共搞的什么南水北调 还有西七东书等等 这种种的折腾 也可以说成是一种调剂 但是有这么一种抢夺 并且涉嫌拐卖孩子的罪恶 被广西泉州官方称为是社会调剂 昨天网络上出现了一份 广西泉州卫生健康局回应信访的 信访告知书 这份告知书就像是一颗深水炸弹 几乎就使整个网络的关注度都爆表了 通过这份文件清晰的反映着当地政府 在1990年代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当中 曾经是以公权力夺走超生子女 然后进行所谓的社会调剂 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 这份在网络疯传的文件全名是 泉州县卫生健康局 关于唐月英邓振生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 信上盖有泉州卫生局的公章 落款的时间是2022年7月1号 告知书中表示 唐月英与邓振生两人在6月28号的来信中 要求追究高丽君等人 涉嫌拐卖儿童一案 说根据199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 对违反法律政策的超生子女 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 是全州县委县政府根据区市 寄生部署要求和需要做出的决定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知 全州对超生子女进行社会调剂 似乎不是这一个县的单独行为 他们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 寄生部门的要求和需要做出的决定 也就是说可能是整个柳州市 甚至是可能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 他们在统一部署统一安排 换句话说整个广西可能都有这种社会调剂 告知书中清楚地写着 不予受理的理由 理由是这么说的 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 是由全县统一暴走进行社会调剂 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 此外还说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 超生孩子去向 没留存任何记录 这个理由直接触动了公众的神经 官方明确告诉你 当局把孩子抱走不是拐卖 他们创造了一个可以让人破防的名词 叫社会调剂 这个社会调剂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意的没收婴儿 然后调剂给他人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用做任何记录 你如果查问 官方就告诉你这是社会调剂 对你的要求不予受理 什么叫调剂 简单说就是调试调整 商品可以调整 生活也可以调整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对人口怎么调剂呢 把一个人从这个家庭调剂到另外一个家庭 除非是双方自主自愿 那我觉得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就一定是涉嫌拐卖人口 像这种将活人进行社会调剂的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共的国家才会有 这是绝无仅有的 这绝对是中共国的又一个大的特色 说起来呀 说这件事让我也感到后怕 当然我也感到幸运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家庭也是一个大家庭 我的父母养育了我们七个孩子 我上面有六个哥哥姐姐 我是最小的老七 特别是在我出生后没多长时间 中共就却在全国实行了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所以这就是我既后怕又感到幸运的地方 那假如我要是晚两年出生的话 会发生什么呢 以广西泉州这种做法 我会不会也被社会调剂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今天也就看不到模样了 看不到新门看点了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 按照当时中共的那个计刑政策呢 超生家庭 它只能采取罚款等这样的方式进行处罚 我还真的没有想到全州这边有社会调剂 把人给直接没收 然后调剂给别人 这根本就是没把人当人 而是把人当成了商品 甚至是当成了牲口一样 尽管难以置信 但这就是发生在中共治下的中国 而且通过全州的一个告知书 我确信被全州当局社会调剂的孩子 可能不止一个 当然究竟有多少 我无法得知 但是他一个全线统一这个说法就已经折射出 一定有很多家庭是惨遭不幸 被当局生生给撕裂了骨肉亲情 至于孩子们被社会调剂到哪去了 全州给了一个冷冰冰 当然又牛气十足的回应 没留存任何记录 也就是说全州告诉你了 孩子去哪了查不到 不过这句话其实也是带有另外一种意味 就是被社会调剂的孩子太多了 所以才没有留存记录 但是不管有多少孩子被社会调剂 大家知道那都是一个个人 一条条生命 不管被调剂到哪里去了 总得有个下落 至少也得有个线索 是拐卖了 还是已经不带人事了 或者还是其他的情况 说到这里 咱们就得插入一点内容 然后我再接着说全州这件事 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 大陆电商平台 拼多多 有一个叫利欧膏宠物食品的商家 在网上是公开售卖 女童下体肉 有网友猜测说 这个利欧膏可能是小女孩的英文谐音 Little Girl 这个商家表示 女童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她们取用活体女童下体部位 制成新鲜肉泥 利欧膏还自我标榜 新鲜的铜肉铜骨架 搅碎的肉肉 不含任何色素以及添加剂 营养丰富 铜肉碎 富含爱犬猫咪健康所必须的营养成分 低脂肪高蛋白 美味可口 好消化 营养丰富 易吸收 利欧膏在商品详情当中还宣称 说女童肉体可进行生鲜批发 欢迎餐饮业者托额多 同时也附上了一句让人更加心颤的一句话 全天有祸 这个商家在宣传配图上还配了一张断腿女童的照片 看上去是更精索 拼多多客服在今天对东方网表示 说目前店铺已经停业整顿了 意思就是说 已经对他们进行处理了 拼多多客服 并没有否认利欧膏的宣传 仅仅就是说这个店铺停业整顿 换个角度说 拼多多客服其实就是间接承认了 利欧膏在公开售卖女童下体肉 这并不是网络炒多的噱头 而是确有其事 我们以前听说过有吃人肉的这种情况 比如被毛泽东搞的那个大饥荒时期 就出现过一子而食 对吧 可是谁又能想得到 当今也有吃人肉的情况呢 而且商家还敢在网络上 堂而皇之公开售卖 中共统治之下 还有多少人类思想容纳不下的罪恶 还有多少这种野兽魔鬼才有的行为呢 利欧膏声称全天有货 大家知道这意味着就是货源是充足的 客户任何时候有需求 他都可以提供 这是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说明他们可能囤积着大量的女童 把这些女童当成了原料 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吹嘘全天有货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这些被囤积的小女孩是从哪来的呢 怎么来的呢 是买来的呢 还是直接拐走的呢 她们是自主愿意砍掉下体的吗 这其实让我想起了以前我看过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火体超市》 影片内容讲述的是 中共将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 集中关押在某个秘密地方 然后以这些法轮功学员作为人体器官库 对外公开的宣传 可以短时间内找到匹配的器官并且移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部电影来看一看 总之就是太血腥的事实 太多的疑点了 我很怀疑 如果警方没有参与其中的话 我认为应该在这个时候 对这家商铺进行公开的调查 把所有问题查清楚 但是我没有看到警方这么做 好像没有这么做 仅仅就是拼多多要求停业整顿 整顿什么呢 难道是让这个little girl低调一点 换一个招牌 然后继续从业吗 说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让我对唐月英邓振生夫妇的第七个孩子 有些担心 那个孩子他的肢体会不会也被制成了什么肉泥一类的东西呢 会不会也变成了半寿人的盘中餐呢 会不会也成了中共人体器官库当中的货源呢 我很怀疑 我希望我这个担心仅仅就是一个担心 相比较而言 我希望那个孩子呢 最好是被拐卖了 因为这样 唐月英和邓振生夫妇啊 还有找到孩子的希望 咱们再把话题拉回来 看看 究竟泉州是怎么调剂的 是调剂呢 还是拐卖 大陆红情新闻联系到了唐月英 唐月英说 我想找到我的仔 然后见个面 让他知道 他有哥哥 有亲生的父母 唐月英表示 被抢走的小儿子叫邓小舟 1989年9月8号出生 算起来现在已经33岁了 当时家里边穷了 没有条件给孩子留一张照片 只记得孩子脚踝上有一颗痣 唐月英其中的记得 儿子被人从自己怀中抢走的时候 差13天就满一周岁 那个时候小舟已经长了两颗牙齿 也开始学走路了 也可以讲一些简单的话 小舟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 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 这是一个严重超生的家庭 刚才我已经说了 计划生育 在当时的中共 那是一项基本国策 所以超生对当地的政府来说 毫不疑问这是一等一的大事 邓小舟出生的第三天 泉州县安和乡副乡长黄焕雄 就带着安和乡寄生工作站站长高丽君 副站长邓碧生和司机盘定泰等人 搬走了唐月英家的家具和家电 都是什么呢 一架旧的舞阳单车 一床被子 一个金插花一裤 一台14寸炉笛黑白电视 还有一台全自动吻压器 当时计刑战士出具了一份扣压清单 表示对邓振生超生的第七台罚款 6000元以上上布封顶 要求他们在15天之内用现金赎回来 否则过期坐驾处理收据作费 此后的几个月 唐月英邓振生夫妇 是先后缴纳了1380元 有280元逃跑费和1100元超生费 陆续赎回了一些被扣压的物品 最后一次缴纳的时间 就是1990年的8月11号 大家知道 1990年 那个时候一斤猪肉的价格 大约就是2块5毛钱左右 所以1380元 对唐月英这样的家庭来说 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就算是对其他普通的家庭来说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但是这远远的距离超生罚款 还差的很多 8月25号 寄生站的司机盘定泰 开着车 把邓振生和唐月英夫妇就接到了寄生站 逼迫他们缴纳罚款 一同被接去的呢 还有他们的大女儿 邓海莲 以及刚出生不久的邓小舟 逼迫缴纳罚款 大家知道这是大人的事 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两个孩子也一同接去呢 唐月英在刑事控告状当中表示 时任寄生站站长高立军要对孩子们进行体检 然后选择聪明的婴儿进行拐卖 控告状里面表示 高立军此前已经找了几个聪明的孩子 但是体检发现有缺陷 买家不要 而给邓小舟体检之后 发现这个孩子体质特别好 于是围绕着邓小舟 一个罪恶的计划就开始酝酿了 把一家四口接到了寄生站 高立军就开始假意的套进户了 他是开口闭口的称呼唐月英 叫大姐 送给唐月英白衬衣 还甜言蜜语哄骗唐月英夫妇 到家里面去吃午饭 不过唐月英认为非亲非故 就没有去高家吃饭 而是就在寄生站的食堂吃了一点 高立军则是从家里面带了一点饭 去喂邓小舟 当天下午 高立军声称 说要带着唐月英夫妇到泉州县寄生委 去了解罚款政策 实际上 他这是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他让司机盘定太将邓家的这四个人 送到了高立军的家 晚饭前 高立军的公共对唐月英夫妇说 把你们的仔货寄给别人做仔吧 那人家家庭很好 邓振生听闻很生气 马上就说 哪个想要我这个仔 我不会送人的 我宁愿撕成碎块 都不给别人 听到邓振生这么说 一旁的高立军就表示说要去菜市场买红辣椒 他特意叫上了邓振生一起去买 买了红辣椒之后 高立军又叫邓振生先把红辣椒送回家中 大家知道这个时候 只有唐月英抱着邓小舟 和大女儿邓海莲三个人待在高立军的家中吃晚饭 饭后高立军花了两块五毛钱人民币 2.5元给唐月英母子三个人在旅社开了一间房 安排他们住下 第二天 也就是8月26号早上6点左右 盘定泰买来了一袋苹果和一袋芭蕉 给小舟吃 还逗着小舟玩 这个期间盘定泰表示说 自己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 希望把小舟过继给他做养子 大约是七八点钟 也就是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突然有五个人闯进了唐月英的房间 两个男人把守在门口 另外一个高大的男子对唐月英说 大嫂你八字好 生了七个小孩 还问小舟是不是超生的 罚了多少钱 没等唐月英回答 一个年轻的女子马上制止了这个男子的问话 说不要问那么多 然后就强行从唐月英的怀中 用力抢走了小舟 三个男女 一个传一个 迅速把小舟就传递出了房门外 唐月英想追赶 被门口两个把守的男子 是死死的挡住了 通过房间的窗户 唐月英看到那三个男女 抱着小舟迅速上了旅舍门口 停着的一辆黑色小车 唐月英认出来了 那辆车就是昨天 开到了安和乡寄生站门口停下的 至于车子里面坐的是什么人 唐月英看不清楚 那辆车转了一圈 转了一个弯 开走了 之后那两个守门的男子 走下了楼 直到这个时候 唐月英和邓海连母女 还哭喊着 跑下楼去追赶 可是那辆小黑车 两个守门的男子 还有寄生站的司机 盘定泰 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母女俩哭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早上九点多 从家里坐班车赶过来的邓振生 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被人抢走了 大家看这些人 抢孩子的手法非常老练 有分工 有合作 理应外合配合的相当默契 从将邓家这四个人骗到计程站 然后支开邓振生 安排唐月英母子三人住进旅馆 再到盘定泰买水果 哄骗邓小舟 直到五个人抢夺逃跑 这个全过程 安排的是很整理 从这次抢孩子的整个过程 我们可以见卑之助 这些人不像是初次犯 很像是行家里手 换句话说 他们可能不止一次这么做过 很可能是驾轻就熟的人贩子 而时任计程站站长高立军等人 极有可能深度参与了人口贩卖 甚至我怀疑 邓立军可能就是舌头 儿子小舟被抢走 唐月英和邓振生夫妇 并没有放弃寻找孩子回家 他们一直都在寻找 12月15号夫妇两个人 找到了邓立军的家 向他索要自己的孩子 但是高立军根本不提供邓小舟的任何信息 小舟被拐到了哪里 高立军是绝口不提 他只是再次花了2.5元人民币 安排唐月英邓振生夫妇住进了那个同一家旅馆 一年后的一天 邓振生去县城购买水稻种子 顺便继续寻找儿子邓小舟 邓振生用塑料袋装着水稻种子就去了高立军的家 向他索要自己的儿子 见到邓振生带着塑料袋前来 高立军的公公婆婆起了疑心 他们担心什么呢 担心邓振生会用炸药炸了高立军的家 就问邓振生塑料袋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邓振生很生气 说装什么东西不关你们的事 高立军的公公婆婆的反应 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是做贼心虚的表现 为什么会怀疑邓振生用炸药 要炸了高立军的家呢 明显就是做了亏心事 才怕被害人实施报复 心虚理亏的高立军也知道 邓振生不会放弃寻找儿子 索要儿子 他特别担心会被邓振生炸了房子 于是呢 就全家都搬走了 把房子租给了别人 后来邓振生再来找高立军索要儿子的时候 只有租客住在那里 他再也找不到高立军的家了 儿子被抢走以后啊 邓振生的心里是又怨又恨又伤心 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不断的喝闷酒 结果呢 使胃受到了严重伤害 12月27号的晚上 邓振生是胃疼大出血 被紧急送到了向卫生院抢救 然后又转送到了县医院抢救 生命一路垂危 医院直接叫他的子女赶到医院 现场捐献血液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命是保住了 但却落下了一个严重的胃病 已经69岁的唐岳英对媒体表示 他至今还记得在高立军家吃晚饭的那天 高立军的公公说过的那些话 高立军的公公说呢 那个家庭很好 无子无女在孩子大学毕业之前 不给走亲来往 30年后 孩子成家立业之后 会回来认父母亲的等等 但是已经等了近33年了 唐岳英邓振生夫妇 始终没有得到关于小儿子的任何消息 骨肉分离了几十年后 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 终于请律师把高立军等人告上了法庭 他们希望找到亲生儿子邓小舟 唐岳英说 我想找到我的仔 然后见个面 让他知道他有哥哥 有亲生的父母 那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也希望您在视频下方留言 和我们进行互动 当然更希望您帮我们把这个频道 多多的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接触到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